我三三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我们是见多了 那么24小时营业的点心你们有吃过吗 据说他们家最近刚装修完大便样 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走吧 一家门店门头可是重中之重 我觉得他们家翻新过的门头现在变得更加大气了呢 静电迎面而来的就是这个富有园林风味的造型墙 对比1.0版本装修后的国风氛围感更加的强烈 墙上的这些字画啊灯箱啊都有在宣传国学文化 店内整体营造出一种古色古香的意境 能够让人沉浸式的体验广式点心 他们家也算是新中式茶居的天花板了 古法煎韭菜饺 外皮金黄焦脆 皮薄馅竹 它这个皮啊是带一点点韧镜的那种 外面煎得焦焦脆 韭菜很好的带出了这个肉的鲜 吃下去它还会爆汁 这种馅儿大的煎饺吃起来就是很满足 口口都是肉 蒜香蒸排骨 对这种24小时一夜的茶居非常有好感 24小时想啥时候吃就啥时候吃 排骨清淡不腻 肥肉部分占比很少 咔嚓虾饺饺 真的虾饺吃多了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吃 这个它是那种香酥脆口的 外酥里嫩虾肉Q弹 这个外皮超级的酥脆 油香油香的 外皮还有淡淡的椒盐味 吃饱喝足 还能炫上一碗 立弯停载粥 早茶里面我最喜欢点停载粥了 因为它的食材非常的丰富 很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 每一口都是不同的食材 不粥底鲜香绵密 用料实在好喜欢 桂花养盐马脐糕 香脆糯糯的口感 还能嚼到脆爽的马脐颗粒 微微的甜 一口糕点 一口茶 太安逸了 点心结束 还可以来上一碗 嫩豆腐花 哇哦 这豆腐花都还没有等你反应过来 它就下去了 先下时间来这里探探点心真的很不错 对了我刚刚发现它们还有吸烟室 对于我这样不吸烟的人士真的是最大的关怀了 再也不用吸二手烟 在这样的一个国学氛围的茶居下 体验一顿点心已经不只是一种享受了 而且拍照打卡还能出美美的国风照片 24小时营业随时都能满足点心自由了 拜拜